要知道不要花越这些红线 不要低估政府的决心 我要求酒店业店不能换毒杀人 不能聚众堕欧 不能换酒驾 哪一点不是人民最深恶痛绝的 为了台湾人民的安居乐业 我痛下决心 我讲的话酒店业店的老板听得懂 警察局长听得懂 之所以过去一再发生 就是因为酒店业店的老板 看不起警方的决心 看政府是无能 而现在我要告诉 经营酒店业店的老板 都不是一般人 要知道不要花越这些红线 不要低估政府的决心